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排水渠被拦腰截断 又会存在怎样的安全隐患 新州市可兰县的李大姐和段师傅 两口子常年靠种地为生 眼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家里种的六亩玉米就能秋收了 李大姐和段师傅就琢磨呀 咱呢提前到地里去看看去吧 可结果呢 这一看呀 傻眼了 这个水泥倒下既就是将贴倒下的 你看还水测测的嘛 都是泄倒的嘛 还软的了 好水泥八至十二小时就凉过 这个水泥大概就是中午倒下的嘛 它是泄的嘛 弄得我漏也出不去嘛 我地里表连地里头也降不干嘛 连漏也没有嘛 李大姐家的耕地就在村边上 李大姐说 过去收割机顺着耕地边上的小路就可以进出耕地 可如今 路却全都被水泥和沙土给填满了 你下面你留下 下面原来的河就是这么低嘛 现在他们跌得你留下 跌得还好 高架桥的桥腿几乎一样高来差不多 在李大姐家的耕地一侧 我们看到 近十米高的水泥混合着沙土堆积入山 除了部分水泥是松软的 其他大部分都已经完全凝固 甚至结成了巨大的水泥块 看起来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 李大姐和段师傅说 路不好走倒在其次 关键是他们的耕地紧挨着排水渠 如果雨水降临 很有可能把这些水泥冲进地里 那么农作物的收成势必会受到影响 和李大姐夫妻俩有着同样担心的 还有耕地也位于排水区下游的其他村民 那么这些水泥究竟从何而来呢 段师傅说 这一切很可能都和附近的一家搅拌站有关系 顺着段师傅指引的方向 我们的记者看到 在距离耕地不到200米的地方 有一家搅拌站 段师傅告诉我们 这家搅拌站是在2015年的时候 为了方便苍鱼高速在修建过程中使用混凝土而修建的 当时为了混凝土搅拌车能够顺利出入 搅拌站便在耕地旁的一条排水渠上垫了土 之后就铺成了一条路 可是没料到这条路却被越垫越高 将排水渠拦腰截断 村民耕地的这一侧原本是排水渠的下游方向 我们看到下游方向目前虽然没有积水 但是在这个位置 有混凝土明显被冲刷到这里的痕迹 如今 可兰县西汇村的村民们都担心 村里的排水渠被堵了 那么一旦降雨 不仅会将位于排水渠下游方向的耕地给冲毁 使农作物受损 而且水量大的时候 还可能会危及到住在下游的村民 段师傅告诉我们 就在2018年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般一般年九月份 八月份 一会儿水下来走不了了 一会儿别太来话 一会儿就叫我那地里头冲下去 当时冲流多少 冲刷呢都是也不是说太多 这就是个几百江 每天有哈冬 每天给冲着的哈冬 就这么个冬 据村民了解 村里的这家搅拌站 主要是生产混凝土的 不过呀 堆积在耕地旁的 看起来像是水泥的这个混凝土渣呢 并不是他们废弃的混凝土 而是运输混凝土的混凝土搅拌车 在清洗之后抬放的废水 也就是洗罐水 由于混凝土会在短时间内凝固成硬块 而且呢对钢材呀油漆呀什么的有一定的腐蚀性 所以每次使用混凝土注冠之后 洗净沾附在混凝土注冠以及进出料口上的混凝土 是每日维护必做的工作 这样呢才能够使混凝土搅拌车 使用的时间呢更加长久 然而这些洗罐水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成分 一旦排放到河流或者是耕地上 很可能会有危害 我的意思是说 他给我把这河流给我弄开 弄通 疏通 另外我们的记者看到 苍鱼高速就位于排水区的正上方 一旦暴雨来袭 水量骤增 又是否会对高速公路带来安全隐患呢 如今 问题都指向了村里的搅拌站 那么 排水区被拦腰截断 并且堆积了混凝土渣和沙土 到底和搅拌站有没有关系呢 村里排水区不通 村干部表示 很无奈 我们应该说 我不知道他不下斗 但是他有 头斗 那个我们也算 管 搅拌站外有个坑 工作人员称 洗灌水只能倒在这儿 没有 没有空两个 就倒了两个骨水嘛 搅拌站 工作人员另有说法 背后是否有引擎 水就是涮灌水是吗 当天不是我们的 那不是谁加钱 那边就是这样的 可兰 乱排洗灌水 谁来管 现在 可兰县高家汇乡 西汇村的排水区 被堆积如山的混凝土渣和沙土 拦腰截断 如果不及时处理 位于排水区下游的耕地和村庄 很有可能面临 遇水被冲的情况 那么 可兰县西汇村的村干部 对这一情况又是否知情呢 村干部告诉我们 自从村里建了这家搅拌站之后 他们几乎年年都会接到村民反应 说有混凝土搅拌车 向排水区排放洗灌水 就在上个月 村委会还告知过搅拌站 严禁向排水区排放洗灌水 可是目前来看 效果也不大 对此村干部表示 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 正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记者发现 一辆从搅拌站里 驶出的混凝土搅拌车 静止就停在这个排水区的上方 这位司机师傅告诉我们 在上路之前 他们都会习惯性地冲洗一下灌体外侧 当我们问及 为何不在搅拌站内进行冲洗时 这位司机师傅没有在做回答 过了两分钟 我们看到 搅拌站内又驶出一辆混凝土搅拌车 而这辆混凝土搅拌车 同样停在了排水区的上方 对灌体进行了清洗 两辆车不约而同 选择了相同的位置 进行运输前的常规动作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两个小时之后 一辆混凝土搅拌车 从公路上开了进来 下边倒的是水泥吗 水 水 水 里边我看的是有混合的泥土吗 没有 没有混凝土 就倒了两个水 为啥要倒这个水呢 倒水 这样去还早回来 回不时就洗了 这位司机师傅明确告诉我们 他准备进搅拌站拉混凝土 由于灌体内还有残留的混凝土 因此呢 他必须在进入搅拌站之前 对灌体进行清洗 而这处排水区呢 就是混凝土搅拌车司机啊 默认的排放 洗灌水的地方 那么这些司机排放的洗灌水当中究竟有何物质呢 对土壤和农作物又是否存在危害呢 随后 我们的记者来到搅拌站 看到大门上并没有悬挂搅搅拌站的牌子 这时 一位工作人员找到我们 他说 他对工厂的事还是比较了解的 是否您是这个搅拌站的负责人 神舟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 经营范围是销售商品混凝土 干混沙浆等 如今 村民对搅拌站意见很大 神舟实业有限公司又适合泰都拿 我刚看见就是外边不是这边有一个小河 然后有个咱们这里边的车 在那倒那个 倒的那个水就是涮灌水是吗 那个车不是我们的 那不是水架车路的 不是从咱们这边拉混凝土的 不是 这位工作人员并没有向我们何时所指 具体这个车辆的信息 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 向排水渠排放洗灌水的车 那绝对不可能是搅拌站的 可之前我们的记者看到 前两辆混凝土搅拌车 都是从搅拌站开出来的 而第三辆车呢 则是要进入搅拌站的 那么双方说法不一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搅拌站外有个坑 负责人称 洗灌水只能倒在这 涮灌水一般按要求是往哪儿倒呢 有些独身在池子 池子长天以后 把水利用了 公司手续不齐全 情况是否属实 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最终又会是何结果 如果他有车拍了这个水 尤其是拍到草外来 那他就属于发现违法性 可兰 乱排洗灌水 谁来管 之前记者看到多辆混凝土搅拌车 有的是从搅拌站开出来的 有的则是要进入搅拌站的 这些车辆均向排水渠排放了洗灌水 然而搅拌站的这位工作人员却说 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车和公司都是没有关系的 为了证实这一点 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带着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搅拌站外的一处空地 在搅拌站的一侧围墙外 有一个长约20米 宽约10米 深约1米的大坑 搅拌站的这位工作人员称 这个坑就是他们指定混凝土搅拌车排放洗灌水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坑里没有水 另外排放到这里的洗灌水 是在不做处理的情况下就可以回收利用的 至于村民种植的耕地一侧 堆积近10米高的混凝土渣和它们也没有关系 主要是那些村民反映主要是那头 高架桥底下那 有时候是倒下那个水灌的那个农作物上了 那边呢 给它上把荷叶给培 荷叶当时把瓦机配下给它 把荷叶挖的水灌以后 好像它那个地板在了 因为它垫过这个地板 这位工作人员的意思是 对于这两年 西惠村村民接连反映排水区不通的问题 公司这边的态度是 虽然洗灌水不是公司的混凝土搅拌车所排放的 但是为了公司能够顺利经营 他们曾多次安排工人找来瓦机 给村民的这个耕地来做互泊 这样的说法村民们是不能接受的 村民认为 第一排水区不通 那就是搅拌站造成的 第二 搅拌站的这个处理方法 那只是暂时的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隐患呢 依然是存在的 第三 搅拌站将洗灌水外排 是否符合环平要求呢 但是营业执照有了 那些人有了 营业执照有了 还凭有没有 还凭手续 还凭手续 是现在还凭手续没有 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 搅拌站没有还凭手续 究竟是如何能够经营两年之久呢 我开那两天 就整改 住建局的 让整改啥呢 整改就两花类 是吃个家里在年车拍拍 环保局没有说 环保局 整改来的一毁一毁 他们有没有让整改呢 那我也找不见 为了了解搅拌站的情况 我们的记者先找到了 可兰县生态环境局 因为这个可能它是从这可配写下 咱们花博社对它的习惯是 那个水咱们这花博社是 不允许它卫配 因为它里头有抗粮剂 抗粮剂是啥东西 就是一种化学成分 它那个水泥 在用俗的过程当中 里面要夹抗粮剂 不夹的话那个酿 就挖那个坑 有没有什么环法要求 这个具体工艺上就不是很强 可兰县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 明确告诉我们 因为洗罐水中含有化学成分 所以搅拌站的混凝土搅拌车 将洗罐水外排是严格禁止的 它习惯水 它一弄手肯定不能配 尤其是不能我草区外面配 它只能在草区里面 建一个池子 对建一个池子 样的要做发尚 它的枪刻记录的时候 让我们等于上去调查一下 看它到底是只配出来的 或者说没有配的迹象 如果它有时候配了这个水 或者尤其是配到草味来 那它就属于化粮剂 违法项目 咱们要插 可兰县生态环境局的 这位工作人员说 如果可兰县 神舟实业有限公司 确实存在这一现象 他们会依法进行处罚 另外 关于公司的环平手续 并无问题 它这个搅拌站 是在高速路的 大环平里面的 不是它没有环平手续 它可能有 它借着这个搅拌站 是符合它的环平要求的 然后后来自己接手了 对 自己接手以后 它这个环平仍然有效 那它这个环平手续 有没有期限呢 环平是没有期限的 你只要草子没有改建 扩建 或者其他 它的环平是固点 发布系统皮肤了以后 它一般是不会改建 那像这种搅拌站 需要排窝 是这样吗 它没有 它没有 不错拍的东西 咱们就要求它不拍 最终 最终这位工作人员 并没有给我们提供 神舟实业有限公司的环平手续 不过 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 他们已经进行了登记 之后会尽快核实 随后 我们的记者 又找到了可兰县住建局 针对之前 搅拌站工作人员提到的查处问题 最终 我们通过电话 和一位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电话里 可兰县住建局的 这位工作人员称 对于神舟实业有限公司 存在路面未硬化的情况 他们确实进行过监督 不过 具体检查的情况如何 他并未透露 至于后续整改情况 也未做出回应 为了进一步了解 搅拌站的其他资质问题 我们的记者 找到了可兰县西汇村村民魏大娘 他告诉我们 搅拌站所占的土地 有一大半都是他家的耕地 那高时光流行事后说 人家要给掉你的钱 占用钱 他们没有 让他就放在这里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没下来 都弄给个人 当时你们是不想让他们用来 不想我 社后这小的队里 想说我们 我们男人在福国不在 我也不懂 就在这个办公室切的 说着 魏大娘给我们拿出了一份 土地流转协议 这份协议的甲方 是魏大娘的老伴 以方则是保德县中旺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看到 这份协议的签订日期是 2017年9月20号 内容是 魏大娘一家 同意将其承包经营的 位于可兰县高家汇乡 西汇村 13.6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 流转给保德县中旺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生产经营 公司一次性 以每亩地 21881元的流转价格 总计297582元 支付给魏大娘一家 之后 土地使用权归公司所有 约写毒素生加盟的耕地 老伴像的耕地 耕地是不是也分的 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呢 你也给他 它这个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哎呀 这漏别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法第15条规定 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 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 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 需要占用基本农田 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 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现在搅拌站所占地究竟是不是基本农田 我们还不确定 这也让魏大娘心里十分忐忑 自家耕地被占用了两年 真正的乙方究竟是谁呢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了解到 可兰县神舟实业有限公司是有营业执照的 不过呢 还凭手续我们并没有见到 眼下啊 搅拌站可能存在的问题有这么几点 第一 疑似外排洗灌水 第二 搅拌站内露面微硬化 第三 搅拌站出现两个名字 保德县中旺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和可兰县神舟实业有限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 公司手续又是否齐全呢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将继续予以关注